老爷 江探长 该说的我们在警察厅都已经说过了 不知道你来又有什么事啊 我今天想请许又一小姐 回警察厅问话 抱歉 我想我们已经配合完调查了 似乎没有必要再走一趟 那恐怕不行 我有了新的证据 你今天必须和我回去 你这是妨碍警察办案 你们这叫私闯秘密宅 天子在什么地方吗 不要太过分 天子犯法于庶民如罪 更何况你这姓周 不姓蒋 你 请容 我来 副警察 年轻人还有大好的前途 别乱讲话 对自己不好 谁呀 周部长 九雅了 我是警察厅的探长江斌 目前负责警华饭店的凶杀案 凶杀案 这么快就给这个案子定期了吗 所以我想请许又一小姐 回警察厅问话 你也知道 楚慧子在公务场合被杀 社会影响非常坏 我相信你也能理解 我需要给大众一个真相 当然理解 佑儀 你愿意去吗 父亲 佑儀身体不太舒服 不方便 那就没有办法了 若你们能够出示逮捕令 可以将人带走 否则 就寻找其他的破案途径吧 周部长 我们所属刑处 有权利在审批前 带嫌疑犯回去问话的 你们现在没有了 稍后 秘书书会发通知到警察厅 曼总 我送 请 瑞燕 咱们回去吧 走吧 好 陶 咱们 以后别这么冲动 老爷 怎么样啊 怎么样 没事 他们都走了 父亲 谢谢您 今天要不是您来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样呢 拿我的拐杖来 老爷 前两天你不是腿部疼了吗 怎么还要拐杖 拿过来 是 保长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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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老爷 你干什么呀 孩子都那么大了 有话说话 干吗要动手啊 放手 老爷 你散开 都是你 从来不是管教他 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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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向明示了 那行 咱们今天出说理 如果说这件事的话 却不怪他 又疑 今天所有的货 都是他惹出来的 母亲 你不要再讲了 你还在帮他 住口 你到现在还活着他 若不是他不知检点 怎么能惹出这件事情 夫妻 都是我的错 归下 老爷 道歉 对不起 父亲 我让周家丢脸了 叫你给优衣道歉 优衣 实在抱歉 请你原谅我 好吗 优衣啊 跟我上来一趟 跪着 优衣 我气死你了 起来 你就让我会着好了 没出息 坐吧 谢谢父亲 那些警察你不必担心啊 那些警察你不必担心啊 后续的问题 韩秘书会处理 那 苏琴您预备怎么做呢 是要找其他人帮助破案吗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 优衣 周恒做了这些混账时 前因后果我都清楚 你没有实力 不必听你妈妈的 这是周恒不对 没有任何理由 勤勉可讲 所以 若你有什么想法 想弥补自己 我都支持 谢谢父亲 我 我室友和周恒谈过 好 很好 尤姨 你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 都说出来 周恒解决不了的事情 爸爸给你做出 父亲 父亲 听你妈妈讲啊 你很希望自己的图书能够远消海外 除了日本 你还对哪个国家感兴趣 美国 法国 老师 都要去就 这些了 你也不在乎 你 你不在乎 我照顾 你不在乎 我说你 我说一不常